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态度和方法 态度有六个字 真诚 认真 还要老实 老实就是你要当下要学习的内容 你要老实地学 比如你们进入研究所学习 当下学习的这些课程 你要用心去学 而不是说你今天在学这个 然后又想着别的东西 然后明天学另外一个东西 又想着别的东西 有很多人就是这样子 这是一种不老实 不老实的表现 不老实 其实这是我们今天 不能够真诚认真老实 其实这是我们今天这个浮灶的 这个社会的重大的特点 我们其实这个教团出家人 也未能免书 那么在方法上呢 也是有六个字 就是理解 介绍 应用 这个理解 这个理解 就是我们学习 就是我们学习 学习所要做的是什么呢 学习所要做的事实上就是要通过学习 帮助我们来理解 这个法习 经教的义理 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 首先我们需要做到的是什么呢 需要做到的就是 对法习能够具备准确的理解 正确的理解 事实上呢 这是我们这个对法的继承 不可缺少的基础 佛法在两千多年的流传的过程中 他在这个传播的过程中啊 能不能偏调 关键就在于 这个佛弟子们对这个法的理解啊 能不能够准确的理解 准确的理解才能够准确的继承 所以这个 这就是一个弃理 要弃理 弃理就是你的理解是符合 符合这个 这个经教的道理 法的真理 但事实上呢 其实这个理解是包含着两层 两层含义 一层是 法义上的理解 还有一层是 事实上的理解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佛陀说法 不是为了帮助我们 了解一些宇宙人生的正确的知识 对吧 最主要是要帮助我们 去认识宇宙人生的真相 生命的真相 也就是说 比如说 无常的真相 无我的真相 引起信空的真相 好 我们现在通过这个法义的学习 比如我们学了无常 经里面讲的无常 我们就增长了很多无常的知识 那首先 在这个对无常的知识 我们需要有个正确的理解 但是呢 我们不能够停留在对这个无常的知识的理解上 我们事实上要通过对这个无常知识的正确的理解 最后去帮助我们去了悟这个无常的事实 所以这个理解不简单 这个理解不简单 这个理解 两个字很简单 看起来很简单 但是它隐含的道理就是这么深厚 那我们在整个修学的过程 那就是 包括从对法义的理解 到对事实上的理解 这样的一个过程 就像哲学上也有两个概念 明和实 明 就是明义上的 知识上的 实 就是实识上的 那我们现在谈理解 其实也包含着两个部分 一个是明义上的 知识上的 一个是事实上的 那首先我们要 对明义上的 知识上的无常 我们要有正确的理解 然后再进一步 去理解 事实上的无常 所以我们在菩提书院的 学生的学习 对每一部分内容的学习 我们都要 要求他们 学会这样去理解 是学会 那这样的一种理解的过程 离不开什么呢 离不开我们的思维 离不开我们的思维 所以这个在佛法的学习的过程中 正确的使用我们的分别心 正确的使用我们的思维 正确的使用我们的分别心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很多人学佛 开考必考 就是不分别 无分别 一分别就是错 当然这是说 在这个修行 在七度空性的层面上来说 在这里确实是 言以道断 确实是不可思议 不识算 不识恶 起心计错 动念 极乖 但是这个是在 体论空性的层面 我们要开发无分别字 这个时候 我们需要谈无分别 但是真正的佛法的学习 是很重视分别的 很重视思维的 我们人之所以为人 为什么人比动物要优越 在修行上比动物要优越 为什么 原因就是因为人有理性 因为人 能够理性思维 人因为能够理性思维 他就有能力去探索世界 去探索宇宙 一般的动物因为他没有理性 所以他没有能力 去思维这些东西 所以他没有办法去探索世界 探索宇宙 发现真理 开发智慧 那发现真理 开发智慧 事实上是离不开我们的 理性思维的前提 离不开理性思维的前提 所以在佛法的整个修行的系统里边 都非常的重视正确的应用思维 比如说文思修 文 从文到修 从文法到修行 这个过程中思维很重要 你看四种法型里边 清净善知识 听闻正法 如理作义 如理作义 就是一种正确的思维 正确的思维 发正道里面的第一个也是正思维 所以这个思维 思维的作用在哪里呢 思维的作用就是 有助于我们对法的理解 就是我们对法的理解 以及我们对法的介绍 这个过程中 是要通过思维来完成的 要通过思维来完成 就是 就是所以这个理解 怎么样才能更好的理解 理解 就是需要通过对法的正确的理解 我们真正理解 理解了之后 要理解到什么程度呢 理解到 就是 我们 能够真正的 认识到 这个 佛法 佛法给我们提供的 这样的一种认识 事实上 它所要表达的 就是世界的一种真相 世界的真相 就像佛法说的那样子 比如我们讲无常 佛法讲无常 这个无常是一个说法 一切都是无常的 但这个无常到底对不对呢 有没有不是无常呢 你是要用事 这个 要事实去检验 一切有违法 是不是都是无常的 你能不能找到一种 不是无常的 如果你能够找到一种有违法 不是无常的 我们就可以把无常给推倒 你能不能找得到 所以我们通过每一件事情去检验 在检验的过程中 后来你会发现 确实 这个世界的真相 就是无常的 佛法讲原起 讲无自信空 我们也可以去检验 这个世界它是不是一个原起的 假象 是不是因缘合和的 是不是没有自信 所谓没有自信就是 任何存在都没有固定不变的特质 一切的存在都是条件的假象 你去检验 当我们在这个检验的过程中 我们确实会发现 这个世界的真相就是如此 那就是代表着我们对这个法的一个完全的理解 那我们理解了之后 我们发现 佛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一种认识 这样的一种智慧 它确实所要表达的就是一种世界的真相 就是一种叫什么呢 叫如实见 如实 佛法里面这个说法很重要 叫如实见 如实见 什么叫如实 就是我看到的就是世界的真实 就是一种如实见 那 当我们具备这样的一个理解之后 那我们就会自然也就会去介绍 佛法给我们提供的这样的一种认识 我们自然就会用佛法给我们提供的认识 去代替 去代替我们原有的认识 其实我们学习佛法的过程 事实上就是 是什么呢 事实上就是修正我们的认识的过程 修行 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这个内容就是修正我们的认识 是修正我们的认识 因为我们的认识是从哪里来的 我们凡乎的认识 是贪嗔痴 是痴 是因为我们看不清楚世界的真相 因为痴 产生了一种错误的设定 而这种错误的设定 我们会去执着这种错误的设定 然后由此引发了很多烦恼 那么这样的一种错误的设定和认识 它会不断的给我们制造烦恼和痛苦 制造轮回 制造烦恼 所以这个世界上很多烦恼都是来源于我们的一个认识 就是每一种现象能不能让我们产生烦恼 事实上它是起点 我们怎么样去认识这些问题 我们的认识 这是至关重要 那么我们在学习法语的过程中呢 就是我们来介绍一种佛 佛的认识 我们是在介绍佛的认识 就是佛看到的世界是什么样子 佛陀看到的世界是什么样子 我们是在介绍佛陀看世界的一种认识 因为佛陀看到的是真相 而我们看到的就是一种颠倒幻想 我们的认识是来自于我们的颠倒幻想 而佛陀是以他的智慧看到的是世界的真相 所以这种见 这种认识 它是叫做如实的见 所以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呢 就是一个不断地修正我们自己的认识的过程 修行就是修正 不断地修正我们的认识 所谓修正认识就是 那就是我们必须要 我们所有的学习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才能达到修正的程度呢 那就是我们要对佛法所提出的每一种智慧 每一种认识 每一种观念 我们完成的介绍 我们觉得世界的真相就是如此 不是一个知识性的介绍 而是一个事实性的介绍 当我们完成了介绍之后 我们就能够 就会变成我们的观念 就会变成我们的认识 变成我们的观念 那我们现在虽然是一个凡夫 如果你真正学到佛法之后 其实你对你对问题 你看问题的方式 已经是跟佛看问题的方式是一样的 你如果真正能够完成的 这个介绍了这种佛的智慧 那你看问题的方式 事实上跟佛陀看问题的方式 是一样的 当然没有办法达到佛陀那么透彻 但至少你看到了 这个跟佛陀告诉我们的 这个世界的真相是什么样子 它是一样的 所以观念的修正 观念的修行 这是我们修行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所以理解介绍 介绍了之后 自然就会应用了 如果你真正接受了佛法的观念 佛法的观念就会在你的生活中 就会开始潜移默化的产生作用 有意无意的都会产生作用 你即使不刻意的去使用 它又会产生作用 当然我们面对很多 无始以来 所积极的这些寄生的烦恼 还不是光是一个观念上的改变就能解决 它还是需要通过 禅修 要通过禅修 所以观念 这种正确的观念 这种正确的见 它对我们来说呢 就是一方面 我们通过在应用这个正确的观念的过程中 它可以帮助我们解除一些粗的烦恼 你能应用佛法的观念去看世界 比如有的人他读读金刚经 他觉得他的心就平静了很多 他对很多东西就比较能幻想 为什么 这就是佛法的观念对他产生作用的 他觉得一切有违法 龙闷犯泡影 他想一想 这个世界确实是这样子 什么事情也没有什么好执着的 他很多东西就看淡了 看淡了 他烦恼自然也就少了 但是呢 是不是就等于他的我之 什么都可以解决了呢 其实不是的 他真的要解除这种寄生我之 还有一些重大的烦恼 他光是那么念念金刚经还没有用呢 所以他还要做一种深层的禅修 深层禅修 所以就要从文字波勒 要进入观照波勒 要修观 修此观 然后再进入十项波勒 在我们这个学习的过程中 我们现在的这个学习 佛县的这个大学 我们的佛县的学习 有点像大学的学习 大学的学习 它的不足的地方在哪里 就是我们现在普通的这种大学的学习 就是大家这么听课 这种听课呢 他还是有一种被教育的成分 也就是大家在听 听过了之后 如果单纯的就这么听过了 其实他的作用是很有限的 他能记住多少 其实是很有限的 没有能够完成的发挥这种 这个主观的能动性 所以真正的学习 还要自己积极的 除了你主动积极的 来这样来 有心来听话 还要你还要主动积极的去 去思考 去思考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 就是要交流 要思考 要交流 拼 其实就相当于你拼课 看书 这是一个介绍 一个介绍知识的一个途径 你介绍一个正确知识的途径 那你介绍了之后 如何能够让这个知识 真正的进入你的心相细中 其实你需要通过思考 要思维 比如说我们今天 拼的课 我们大概讲几个问题 你回去呢 你要把这些问题 能够把它拎出来 你要把它拎出来 这个学习呢 需要有问题意识 这个非常重要 需要有问题意识 我们讲了很多知识 其实我们打开每一本书 每一本书都有一个主题 它到底要写一个什么东西 然后呢 这个书上有目录 目录就是告诉我们 作者在写这本书的时候 他准备从哪几个方面 来表达这么一个问题 那么同样呢 我们今天算这个第一节课 需要帮助大家 确定一种正确的学习的态度和方法 那么我们讲到的态度 究竟是 有哪些特点 在方法上有哪些特点 那态度的哪几个特点 你要去思考 你觉得有没有道理 是不是应该这样做 方法 哪几个特点 要思考啊 回去还要思考 把问题拎出来去思考 思考了之后呢 还要做了一件事情 很重要 要交流 要交流啊 要同学们之间要进行交流 我看我们今后这个 学员我们今天要应该分成几组 比如我们新进来的 这个本科班的学员 多少人 是20个人啊 还是多少个人啊 10个人一组 或者5个人一组 一个小组 一个小组的 这5个人定期的在一起来讨论 你们自由组合也可以 还是每次学完的课 我们以前这个研究所 现在还有在做 叫招募论坛 招募论坛就是 每一招的课上完之后 那么大家都要做一个交流 就是要有人来 来发表自己啊 这一周课学习的一些心得 然后同学们 其他人呢 还会参与进行讨论 我们现在这个菩提书 之所以能够学习比较有有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是一个自修和共修的结合 自修 就是他们通过 这个听 或者看 我讲的这些书和观传 环顾的听 看 做笔记 思考 结合自己人生的现实 然后每个礼拜呢 然后每个礼拜呢 会记在一起来 有一次叫共修 班级的大共修 这个共修呢 就是每个人要 报告你这个礼拜学习的之后 你的理解 你的心得 你的疑问 就是你学了这一部分内容之后 你是怎么理解的 那还有呢 就是你学了之后 你有什么心得 他跟你的人生有什么关系 他对你有什么企划 有什么帮助 还有呢 你学了之后 他对你的观念啊 还是生活啊 有什么冲突 就是疑问 每个人都要谈 都要把自己的理解 自己的心得 自己的疑问谈出来 就是你要去 就是你真正的要去思考 然后每个人在这个思考的过程中啊 他都会得到不同意义上的进步 我们想一想看 你一个人听的课 你理解多少 你理解的对不对 理解的深入不深入 你不知道 但如果五个人十个人在一起 都来谈自己的理解 谈自己的心得 你所得到的知识 那就是 那就不是你一个人了 是很多人 就是在这个交流的过程中 他会让你的思维 对一些问题 能够更深入的去思考 然后呢 会使你的一些 就是你 你所关心的这个问题啊 因为你的思考 它会得到一种强化 得到一种 会加分记忆 会促进思考 会深化认识 那思考的过程 也是你的一个思维的一个整理的过程 比如你听了这么一节课之后 你对面对这么一个一大堆知识 它的重点究竟在哪里 它的重点究竟在哪里 你思考思考 你就知道 原来讲的是这么几个重点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这个研究所 从我们的这个研究生的教学 我们研究生的教学 也是有自修 也有共修 共修的结合 那么我们希望我们本科生的教育 我们也能够落实这样的一种精神 也就是我们同学们 要养成一种 对法义的这样的一种思考 一种讨论的习惯 平时多思考 每一个课 因为我们这个课是一门一门的善 这个也是跟我们一般的 佛学院是不一样的 一般的佛学院就是那种 就不要杂 它不能够形成一个成片的思考 而我们现在学习的课程 它可以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 专门写一个内容 它可以让你形成一个联系性的 一个成片的思考 这个也是我们研究所 基于这个学习的有效性的角度 我做的这样的一种安排 所以我觉得这个交流很重要 这个交流很重要 这个交流就是一个观察修 你会越交流 越思考 你会越有乐器 你会计划你的学习的乐器 你会学着你对这些问题的思考的深入 你就会想着 我进一步的 我对这个学习的内容 我要多找一些书来看 我要进一步的把它搞清楚 就是只有通过思考 你对法才会有感觉 如果不思考的话 你就没有感觉 你听过来其实没有感觉 很多概念对你来说是陌生的 很多现象对你来说 好像你觉得它跟你的生活是没有关系的 但是你通过思考 它就会熟悉了 你会发现它跟你关系 其实是非常的密切 那么这样的一种思考 这样的一种交流 其实也是我们未来 面向社会洪乏的一个能力培养的基础 有很多人是不善于表达 不善于表达 其实是因为不善于思维 就是跟思维有关系 当然不是绝对的 也不是绝对 有的人也善于思维 但不善于表达也是有的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佛教界 这个能讲的法事不是很多 就是他只要没有一种分享的习惯 你看那个基督教徒 他们就很擅长 部教 很擅长于跟别人分享 像现在社会上有很多销售行业 什么保险啊 保险业啊 什么这个什么安利啊 什么这些搞销售的 他们就是通过分享来培养每个人的这样的一种 这个销售能力 通过分享来营造这样的一种气氛 其实这种东西他跟基督教的部教头某种意义上来说 也是非常一样的 那我们这个菩提苏院在做的过程中 我们也特别重视这一点 那些学员在一起分享 他们就会很激动 每个人来谈自己的心得啊 理解啊 然后我们会几班一些大分享 很多班 十几个班在一起来分享 大分享 就每个人会谈了自己的这种 我学了佛之后对我有什么改变 我对哪一个问题怎么理解 我的人生因为学佛怎么改变呢 他对很多其他人是既有一种鼓舞人心的作用 看到希望 看到了这个会增加他们的信心 还有呢 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出家人其实不喜欢说话 有很多同学啊 这个叫他说话的时候都变成菩萨的 这个闭着眼睛 闭着嘴巴 眼光鼻鼻关心 坐禅的时候打腕响 要分享的时候就变成坐禅了 就是这个没有说话的习惯 没有这种交流的习惯 所以到了这个人多的场面 他有的时候他就会胆怯 或者呢不知道该怎么说 或者呢说出来的没有条理 杂乱无专 不得要理 不懂的 怎么样解明的 用最解明的语言把自己的想法给表达出来 还有呢 比如说说话的时候 抓不住重点 婆婆妈妈的 闹来闹气的 就是这个人的很多思维啊 他有的时候他要是没有通过信念的话 他会很混乱 比如有的时候有一些信众来见我 要提一些问题 其实他只要一嘴巴一张开说两句 我就知道他要干什么了 但他可能当心我不懂 他会恍惚的在那里论证 那这个时候我可能就会 他只要一张 这个我马上就会制止了 我说我知道了 你不要再说了 我给他解答 免得浪费时间 那我们这个 我发现我们这个 这个 这个 菩提书院的这个教学的过程中啊 有很多机事 刚开始根本就不会说话 后来一个月都变得很会说话的 因为他们每个礼拜必须都要分享 他们必须要要整理出自己的思路 给他几分钟时间 有时间限制的 然后他要跑分享的 偏题的 那辅导员就会制止他 所以他就会 就是通过信念 能的这种分享能力 他是信念出来 是信念出来的 所以这也是我们洪法能力培养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他不仅仅从个人的修学上来说 他不仅仅能够深化我们对法的认识 同时呢 他还能够培养我们的分享和交流能力 你懂得跟别人去交流 这是一种能力哦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种能力哦 比如你会善于倾听 还有呢 你的表达能够恰到好处 你能够懂得该说话的时候说话 不该说话的时候不要乱说话 这都是能力啊 你的说话不会引起别人的讨厌 要不你在那里啰啰啰嗦嗦了 还有呢 有的人他可能是 他完全会活在自己的思维里边 他只管他自己说什么 他不会去注意别人说什么了 我看我发现有不少这样的人 他只想说他自己的想法 别人说什么的时候他根本就不会去注意他的 不懂得尊重别人 没有一种开放的心态 懂得去倾听别人 这个说话 说话 等等这些啊 都是作为我们一个人 我们要学会跟别人交流 怎么样跟别人交流 其实交流是需要有一种 交流的能力 还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交流的过程中解决问题的能力 别人说了什么之后 你能够用一句话两句话就可以 变 就能够 把重点 把问题就说清楚了 这个过程呢 也都是我们今后需要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 我们通过交流 培养起来的 通过交流培养起来的 所以这个学习呢 就不是说 单纯呢 你们听听课 最后呢 做两个卓业 就等于你们已经学好了 不是这样子 而是在 整个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啊 就是要完成一个 不断的完成一个理解 介绍和应用的过程 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 不断的要通过自修和共修 不断的通过自己思考和别人交流 不断的通过介绍知识 自己思考和别人交流 不断的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 把佛法讲的每一个问题 我们把它理解透了 理解透彻了 当我们理解透彻之后 那就好办了 那这个 在这个未来的 这个应用上 红华上 但是满嘴的专业术语 他可能早就睡着了 要不就跑掉了 你讲的东西必须要跟他的生活 有高度的密切关系 也就是你讲的东西 两个前提 第一 他听得懂 第二对他有用 能够解决问题 他才能听得下去 因为他们花了很多钱来听这个课 而且他们每个人都很瞒 听懂 有用 能够解决他实际问题 正是他需要解决的 那这就是必要我们要把佛法 我们就不能够停留在原来的 这些经教的理论 和那样的一个 一个言有的思维上 而是必须要 我们了解到佛法的 把这些佛法的智慧理解的拓彩之后 把它应用在生活中 知道他 要把它跟我们的实际人生 要结合起来 懂得他是干什么用的 跟我们的人生有什么关系 就是我们现在在学习的过程中 我们就要开始学习 他对我有什么用 对社会大众有什么用 每一个法的学习 我们都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态 他究竟是干什么用呢 他究竟要说什么 佛陀究竟要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 如果你现在就开始这样学 那你学的法很快就可以用 你学一点就可以用一点 学一点你就可以分享一点 不是说你要学了多少之后 你才能用的 如果你不懂得这样来学呢 你可能把三章十二步点击都看过了 你还是不会用 有很多人学了很多很多的经教 但不知道干什么用 也不懂得去解决别人的问题 所以这些学习的方法 其实也是代表着我个人的一个经验 其实我的长期以来 从事佛法的弘扬 关于人生佛教这一方面 也做了很多的思考 佛法在现实人生的应用方面 也做了很多的思考 那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学习 那就会是一种比较有效的学习 有效的学习 或者的话呢 就是无效的学习 全世界的知识性的学习 就是一种无效的学习 最后学了就没有感觉了 盲目了 你的这些概念听多了 就盲目了 学了甚至就会厌倦 每次上课你都觉得害怕 看什么出 看了好像都是这些道理 看多了 没感觉了 没有感觉了 所以这个正确的学习的方法 就可以突破以往佛教 多数人在学佛的过程中 就是把这种学跟修 出这种完成割裂的现象 完成割裂的现象 那么因为今天是你们第一次上课 所以我给你们讲一讲关于这个学习的态度和方法的问题 这个是非常的重要 应该说 你们 你们接下来还应该多做一些思考 针对我今天上课的内容 那么下面也可以留一些时间给大家提提问题 你们看看你们听了之后 你们对我今天讲的话 讲的内容 有什么疑问 可以提出来 当然你们也可以分享你们的心得 我们今天讲分享 你们现在就可以学会分享 不在我讲的多少 其实关键在你们理解的多少 你们介绍的多少 你们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或者的话 我讲的再多 你们说你们理解的很少 其实我讲的再多也没有用 这个无相无所得 这是一种非常高的认识 这个认识 对你们现在来说 对这个内容的认识 这个还有一个过程 学习佛法是要有次第的 对这样的一些高的建立 其实也是一种境界 其实无所得也是一种境界 无相也可以说也是一种境界 它既是一种认识 也是一种境界 你看唐经讲的 你看唐经讲的 这个什么 这个无面为中 无相为体 这个无助为本 你看这个无相 无相为体 那就像 意味着你已经正的空性 并且能够超越一切相的执着 就这种代表一种很高的境界 那这个境界呢 当然不是你现在有能力去认识的 所以我们学佛呢 先要认识什么 就是 这个是根据我们学佛的一个过程 一步一步的去理解 那有一些东西呢 我们现在是理解不到了 不是说你一开始 你就什么都要去理解 什么都要去介绍 就是你没有能力的 所以我们要像 这个学习 像我们研究所啊 这个课程的设置 也是有次第的 也是有次第 根据这个次第来理解 对 这个原因应该也是很多的 比如说 这个 比如说你不想去做 你不喜欢做嘛 当然就不想去做了 这个 但有的事情呢 你不喜欢去做呢 这个 是 是你 你可以不去做了 那也有的事情呢 可能是 作为你佛法的修学 它跟你的目标是相应的 你是应该去做的 你不能因为自己不喜欢去做 你就不去做 那你就要 去认识到它对你的 你做这个事情 对你个人修学的重要性 对你人生现阶段的成长的重要性 你要去认识它的意义 去通过不断的思考 然后这样慢慢的就会强迫自己去做 或者是我们接受了之后 然后再去做 所以每一种事情 你要实事求是的去分析 就是这个事情 是你现阶段 这个 该做啊 不该做啊 是必须要做啊 还是可做可不做啊 那不想做的原因是什么 不敢做的原因是什么 等等 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 不是笼笼的假 这个构气就是说 就是我们内心里面有很多的成见 比如很多偏见 就是带着很多的强烈的一种偏见 或者成见 去介绍佛法 像世间上的人啊 他对佛教带着很多的一种一种一种 这个这个偏见啊 比如他觉得佛教是迷信啊 或者佛教只是一种文化啦 或者佛教是什么啦 带着这样的一个东西 然后来介绍佛法 不能够就是 我们讲这个学习佛法呢 就是要用一种清静的心 清静的心就是你不要带着自己 任何主观的成见的东西 这样呢你才能够 你介绍了佛法才是一个比较纯正的东西 否则的话你在介绍的过程中 就被你自己给加工过了 最后你所得到的这个佛法 它就不再是一个人之原味的东西 所以这个眼离构气是 要保证这个佛法 进入到我们心相系中的一个纯正性 我们能够得到一个纯 就像我们讲一个瓶子里边 如果里边倒了很多酱油醋了 我们再往里边加水 你想这个水是什么味道 所以现在这个瓶必须要清空的 什么都没有 最好把它洗干净了 然后我们再往里边倒水 那这个水才能够保持一种原则原味 但这个水是一个清静的水 这个法是一个清静的法的时候 它才有能力来完成我们这个 这个器皿 这个五印的这个器皿的改造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生命的改造 否则的话呢 这个法我们介绍到的不是一个正确的法 它就没有这种改造的功能 那很多时候可能就是 这个 它可能就是一个知识 一个说法了 嗯 嗯 学佛的过程它就是一个不断的 这个解除 这个疑惑的过程 我们有很多这样那样的一些疑惑 当然一个是包括对这个 这个人生的疑惑 那还有一个呢 对华裔这个不理解 不理解的疑惑 这个不疑惑 这个这种疑惑是正常的 当然还有一种疑惑呢 比如我们讲这个 六种烦恼里面也有一种疑呀 他称是慢疑 这个疑呢 它就是华疑 它就是在这种邪见的指导下 在邪见的指导下 所谓邪见呢 就是这个 比如他接受到这种唯物论的 这个交译之后 他根本就是吼定这个因果啊 吼定圣贤啊 吼定三宝 质疑 这种疑就是一种质疑 带着一种强烈的质疑 质疑它的存在 那这个疑 在佛法来说 它就是一种煩恼 但是如果我们本着一种求真的精神 在正见的指导下 去这个思考问题 去怀疑 去思考 那这个疑呀 这个疑就会开智慧 所以叫大疑大悟 小疑小悟 不疑不悟 你看禅宗要起疑情 就是 就是包括我们对很多 从人生的角度来说 我们 这个 我们介绍了很多现成的一些 约定俗成的人生观念 其实我们是需要去质疑的 包括很多约定俗成的一些 世间上的一些生活方式 我们去质疑 这种质疑是帮助我们重新 这个 建立一种健康生活方式 建立一种信仰的一个基础 那对佛法上的佛法为什么这么说 有的时候你可能不理解 那不理解呢 你去思考 那思考的过程中 事实上是帮助我们 这个 转迷为物的一个过程 转迷为物的过程 但也有一些东西 你可能暂时没有能力理解 没有能力理解 你就换到后边去 纯疑 这叫纯疑 这个是没有关系 所以说佛法也不是不可以发 关键你的发心是什么 还有呢 你的这个华疑的基础是什么 基础是破坏性的 还是属于一种建设性的 如果是破坏性的 那这个华疑 那就会变成是一种烦恼 这个念经的时候 会出现一些幻想 当然也可能 这个也是一个正常现象 这个佛教里面有一句话叫做 不怕念起 只怕劫持 就是你 其实你为了说 你有幻想的出现 其实也不可怕 你只要不管它 不管它 你这个正念你要继续 你还是 比如你在打坐也好 你在念经也好 可能会跑走了 但你要专注 你要培养专注力 你知道我当下要做的是这件事情 一个念头出来的 你被干扰了 被关扰了 但是你要很快就要有解采 不要被它带着兜村子起来 大家提问题 容易提问题很好 但是今后还要养成一种习惯 这也是一个正念 我们提问题 尽量要围绕着我们的学习 这个也要养成一个习惯 我们今天 我给你们讲的课的内容是什么 你提了半天 提了都跟这都没关系 就是因为问题太多 所以对问题的解决 它也是需要在一定的时间 我们在一定的时间 关注什么问题 解决什么问题 对吧 它要有重点 做事情要有重点 人生要有重点 人生要是没有重点的话 那就是一片杂乱 那就是无效 所以在你们在提问题的过程中 你们尽量要 所以你们就说明 你们的心还没有完成 沉浸在这样的一个法上 我讲的这些内容上 所以你才会跳跃 就像你刚才说 善变又跑到 想到别的问题去了 跟这个道理 这个问题跟这个道理 其实是一样的 要把这些佛经的语言 要把这些佛经的语言 转化成生活的语言 其实这个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 就是你需要对我们学习的法的每一个内容 你要具备有透彻性的理解 透彻性的理解 你才能够做到很自由的再去说 其实真理是没有形式的 真理是超越一切形式的 任何佛法的表达 它都是那些主持大德们 对法的本质 理解了之后 然后根据那个时代的文化 做出了一种表达 根据不同地域的西奥 众神的根基的西奥 做出了一种表达 那我们今天的人 因为我们对法的这些核心的东西 缺乏正确的认识 所以我们的很多表达 往往都会停留在那样的一个层面 停留在那样的一个层面 我们没有办法 做出一种契合时代性的表达 所以这样 就会在红法 红法在传播的过程中 就会造成一种什么感觉呢 它就会造成一种隔阂 就是我们觉得 这个佛法跟我们的生活 总是有距离的 佛法关注的问题 跟我要关注的问题 也是有距离的 但事实上是没有距离的 佛法要关注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做解脱 这个问题 解脱 一般人觉得解脱是很遥远 解脱跟我们生活 好像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解脱甚至是出家人的事 其实我们今天的人 特别需要解脱 每个人都在寻求解脱 当他们的内心 充满着烦恼的时候 活得很累的时候 他们就想解脱 比如通过喝酒啊 通过唱歌啊 通过滑泻啊 来寻求解脱 对吧 其实今天人特别需要解脱 那已经被黄老抓住的时候 他不想解脱吗 他活得很累的时候 他不想解脱吗 他很困惑的时候 他不想解脱吗 其实佛法要解脱的 也就是这些东西 所以你认识到 佛法的这些概念 跟我们现实的这种密切的关系啊 你会知道佛法 对现在是很重要 对于对我们的现实 关系是很密切 他并不是一套 另外一套深奥的 没有关系的东西 不是的 关键在于我们这些学习的人 我们首先 我们能够认识得到 我们认识到了 我们才有能力 去对这些信众去讲 如果我们没有认识到 我们可能也就是 把佛经的那一套 语言啊 思维方式啊 搬到他们面前去 最后当然他们也听不懂 我们自己也不止所难 不止所以难 他们怎么会清楚 做什么事情 都要讲究方式方法 目标明确 方法正确 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好 目标不明确 方法不正确 当然也有偶然成功的机会 没有 就是蛮习瞎恋 也有很偶然的成功的机会 但是他的概率不高 所以我们讲 机械不机械 最主要是要说明一个什么道理 就是很多人 他是在一种盲目的状态 他根本就不知道 我做这个的重点在哪里 意义在哪里 我应该怎么用心 只是他在做一个动作 我要做什么 一百遍一千遍 还是怎么样 他不知道他的重心在哪里 那我们讲这个 比如说这个学习 这个听几遍几遍 其实他有一个正确的方法 其实真正的学习是什么 知道真正的学习是什么 真正的学习就是一种正确的重复 就这么简单 真正的学习 我给他归纳了八个字 所有的学习 这个八个字 可以应用在所有的学习上 所有的学习都离不开 这个八个字 就是摆脱错误重复正确 你们想一想看是不是 摆脱错误重复正确 所谓摆脱错误 就是摆脱一些错误的习惯 错误的观念 错误的习惯 就像你说打球 你要信念一个动作 那一个动作其实蛮简单的 但是为什么要信念它几百遍几千遍 实际上就是要摆脱错误 因为你在练的过程中 你总会进入到你自己的错误的习惯 然后在你摆脱错误的习惯的过程中 你建立一种新的习惯 你需要去熟悉它 那这个熟悉 它就需要不断的重复 一遍 两遍 三遍 四遍 来自一百遍 一千遍的重复 我们禅修其实也是一种正确的重复 你找到的你的新的 这个最正常的状态 然后你去熟悉它 一遍 两遍 三遍 四遍 五遍 六遍 一百遍的去熟悉它 一千遍的去熟悉它 比如说我们在修行建立一种任何一种正念 比如说建立一种正常的生活习惯 那要改变我们的那种贪嗔痴 形成了一种不良的生活习惯 然后根据建立一种健康的生活习惯 那这个过程中它也是在摆脱错误 摆脱错误的行为 错误的习惯 建立一种正确的健康的生活习惯 摆脱错误 重复正确 所以只要是正确的 就是 就是佛法就是告诉我们 什么是错误的 什么是正确的 怎么去摆脱 怎么去获得正确的 这样的一种状态 然后再怎么样去重复它 所以这个跟 讲到机械的 机械的重复 机械运动 机械就是代表着在不得要领 我是说明在不得要领的情况下的这种重复 就是没有意义的 不得要领的重复也可能是错误的重复 那错误的重复 错误的重复 它的问题在哪里呢 错误的重复 它不仅仅不能够使你进入正确的状态 错误的重复就在成长错误 你的错误会得到增长的 这是很可怕的 所以这个学习说简单它也是很简单的 修行就是摆脱错误重复正确 摆脱错误是很不容易的 在道次第里面讲的舍防护心 发菩提心 其实就是摆脱错误重复正确 舍弃防护心 迷惑了这样的一种状态 生命状态 发起菩提心 让菩提心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主导思想 这就是摆脱错误重复正确 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大家回答 愿以此功德 愿以神功德 土吉于一切 土吉于一切 我等于众生 我等于众生 皆共臣佛道 借功臣佛道 借功臣佛道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